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狐狐奇手的并行金刚飞翔时间 这是我们1285期的节目 我们这给大家分享的是SS Game Edition里头 第五号的Cliff Jumper 飞过山或在跳挨者 这个是大黄蜂的头模了 然后目前的话 从领袖之正 他在前一集或两集挂掉之后 他就得到了一个经常挂掉的并行金刚的称号 甚至有一个又又又又被分尸的一个称号 以前的话我们如果玩这个什么 比方说玩什么圣多士星矢的游戏 今天你要扮演谁 今天你要扮演这个衣灰 还是扮演什么星矢什么的 我想应该不会有人想要说 我今天想要扮飞过山吧 好吧 那他是大黄蜂的头模 附带的配件的武器也都是一样的 武器的宝剑 可以挂在车子的后方 车顶有一个武器 以及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车底 空心处的武器的收纳 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一次的飞过山 它的模具的这个松弛的感觉是比较强的 但是滚动性的话 略好过于Bumblebee 那这个玩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一个车顶盖的部分 在变形的过程中 这里有一个C型扣的一个部分 非常容易去掉出来 甚至直接有白痕 我这一款跟大黄蜂完全一样的一个下场 便没有几次 它就已经出现了白痕 非常非常令人恼火 可能这一集节目录完之后的话 我就不会再把它做一个变形了 真的不会 特别的用真空包装袋把它封存起来好了 我不想再给它变形了 示范一下这一款飞过山的变形过程 首先的话把这个底部往上翻一下 这上面的话随时都有可能会去喷剑 喷剑的话各位就包含一下 大家的话这个武器先给拿下来 这个地方这个锁扣把它给松开来 两侧都一样松开 后面这个盖板的话 可以稍微的往上翻上去 我都小心翼翼的变 然后把腿的话往前面伸出来一点点 整个玩具都在变形的时候 你就能够强烈的去感觉到 如果说你也有那个Bumblebee的话 你确实能够感觉到说 这一款玩具是比较松弛的 然后这个角这个地方的话 是这里要把它给这一片 把它给推开来 然后往外侧推一点点 然后整个角往外面伸出来到这边 这个角的话 这个地方这一片部件包到轮胎这一侧来 到这里就行了 那这边也是一样 先把这一块给打平 方便的话我们做这个推移 推出来 然后整个角往外侧翻出来 这片部件推到这里 腿的话到这里就行了 那手臂的话 是由这里往下面搓一点点搓下来 把它的一个结合卡扣就松开了 松开这个话顺势的先把它给往下面放 这里顺势的往下放放下来之后 这个这个地方顺势这个角度推一下 顺势的把它往外面推出来 这里也是一样 顺着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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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又又喷件了 好推出来 大概的话我们把这个车顶盖这一片部件往内压进去 它是要往内压进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注意一点就是说不要干涉 这个两片部件不要推太里面 推太里面的话会去干涉到 我们把它往内推进去 好推进来整个顶到这边 然后腰转180度 然后我们把它推过来这里 这个黑色的凸要扣进这里 有一个更黑的洞 这里 然后我们把它往上面推进去的时候 然后呢这两侧部件往内压进去就不会干涉了 这个地方不要把它扣上去 这个要看一下位置 这个地方好扣上了 好 扣上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肩甲的部分 它本来是往上 我们要把它往下面放下来 我到真的我到现在的话 我变这款玩具 我还是一个小心翼翼的状态 这个整个关节都是偏松的 那这个手部这里的话是把轮胎 转上来 然后呢这个地方就可以往上折了 好顺势的放下来 然后稍微转一下手的角度就可以 转过来这边 冰起来到这里 好 那最后这个背包的话呢 就是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去掉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个洞呢 跟这个地方这个凸把它结合 就是这样的 把它往上面 翻上去 它这里啊 这里这个西行扣啊 基本上是很容易去掉的 我小心一点 不要把它不要把它碰掉 尽量了尽量了 OK 就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西行扣真的 我这个已经有白痕了 好 这里最后就这里把它扣上去 OK 这一款飞过山 Cliff Jumper 本来都叫跳跃者 但是呢 飞过山这个名字 似乎是比较响亮 时至今天 大家已经都叫到飞过山了 它已经是一个被 这个玩家们 突变使用的一个名字了 那我们就把它的 这个 造型稍微调整一下 嗯哼 武器的话呢 小键 可以扣在这里 那它一样是可以替换手啊 这个手臂的话 这个一样可以放下来 然后变成一个替换的一个武器啊 各位知道这都行啦 这个武器这样子 其实没有 没有比较好看啦 我还是觉得把手给放回去吧 好 放回去之后啊 它的其他的一个武器的配件 这个的话 你一样可以把它背在后面这里 还是有一个造型的 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那另外的这个武器 也可以把它 也可以把它 放在哪 嗯 好吧 一样吧 一样把它背在后面吧 OK好吧 这个就是一个 嗯 冰皮吧 这是一个职业的军人 好 好的边 OK 嗯 造型其实还是不错的 其实设计来说 电玩里头的这个造型做的好看 那它的话就是一个轮胎是 轮胎反而是在内部 而外侧做了一个假轮胎的一个修饰 如果你愿意加个涂装 把它涂成黑色 可能就会更好看一些些 那我们把它跟大红风两个放在一起 就除了头雕有替换之外 大部分的位置都是 都是一样的啊 那整个关节的一个表现的话 大红风好很多 这款Clip Jumper可以说是更加的松弛 那C型扣容易掉的这个缺点的话呢 是完全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善 那整体来说 就是毕竟它已经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头雕吧 那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凑齐这个系列 等于是未收集而收集了啊 那如果说这个模具你非得拥有一个的话呢 那没有任何运用 我会推荐你还是入大红风就可以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进到这边啊 这款玩具呢 我是准备把它封存起来了啊 这个不会再让它暴露在空气之中了 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